好,我们看看李安导演这个大思想家啊,这个大导演,台湾出生啊,在美国读的这个这么厉害的大学,然后成为世界著名的这个导演,他怎么看家庭,看家人的,他说我觉得我年纪大,我有很,年纪越大,我就越有很深的一个体验, 就是当你对人有火气,有不满意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每个人都尽力了,这里说了句英语啊,不会读,不知道咋回事,穿文平的农民工不行啊,我太太,我现在的感觉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我太太能对我笑一下,我就放松了,我就感觉得会幸福了, 这家伙,挺会碰碰,碰臭脚,吹牛皮,您把您太太说的这么严肃啊,没有没有,他的标准其实蛮高的,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他是一个很活泼可爱的一个人, 做了父亲,做了人家的先生,并不代表说,我就很自然的可以得到他们的尊敬,你每天还是要来,要努力的来赚他们的尊敬,他这里说的就是,你要每天很努力的表现自己,来赢得别人的尊敬, 你要达到某一个标准,因为这是一个让我容不懈怠的一个原因, 虽然孩子大了,我自由更多,对不对,但是太太也退休了,她还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我常常回想, 也就是说,过去对小孩做的不够好,不够多,我还要补偿,现在会浮出来,我就会有一种愧疚感, 我就想拼命的想补偿,我希望能做的更好一点, 这段对话呢,是思想聚焦朋友,这朋友不错啊, 他说,李安导演讲了,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尊重,要自己去赚, 就是这段思想,那么朋友们评论的呢,看看评论是怎么说的, 海拉可戏说,而我父亲认为孩子要无条件的尊重他, 即使他没有任何值得尊重的地方, 三千多个赛,看来这个同感受,共情,共鸣的朋友很多, 丝毫无可尊重的地方,还得让我无条件的尊重他, 三千多个朋友支持他的,看来这个朋友都是一出一圈英文啊, 不会读啊,他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可大了, 一千八百三十二个赞,一千多个人支持他, 嗯, 父亲和丈夫要想得的尊重,你就要去努力, 靠你,你靠自己去赚了,一千六百六十八个朋友支持啊, 嗯,英文名字的朋友说,有的父母真的有愧作为为人父母, 只会索取,整天的精神, PUA讲着,我养你长这么大不容易, 你要无条件的回报我,你怎么回报我,都是不够的, 啊,七百三十七个朋友赞, 嗯,我不是,我又不是美少女朋友说, 果然优秀,越优秀的人越谦卑, 越无知的人越自大, 七百九十六个朋友赞, 停聊,与人和朋友说, 同样是男人,为什么重要的不同, 看看人家,啊,一百四十六个赞,啊, 学会尊重,获得尊重,一百一十二个赞, 越和尊重,尊敬都应该基于德行和力量, 而不是某种身份,八十六个赞, 理想中上了年纪的人应该有的模样, 和蔼,善良,温柔,体贴, 五十八个赞,啊, 其他的我就没结过来, 这个李安,啊, 曾经讲过他和他太太呀, 还是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 我当时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李安这个人, 其实这个人嘛, 就是,如果你一方面, 你就是世俗获得了几大的, 公民,啊, 然后资源, 就是功成名就吧, 就是世俗社会里面的, 就是你特别强调了自我的努力呢, 啊, 那你就可能丢失了一些个所谓的自由意志, 啊, 啊, 就是你是不是就丢了所谓的一种, 啊, 所谓的, 就是你特别强调个人的这个努力, 你强化了个人的自由意志, 似乎你就有点弱化了, 啊, 人的命运这个问题, 啊, 弱化了, 就是弱化了上帝这个问题, 造物主的这个问题, 当然你过于强调这个上帝这个问题的时候, 啊, 有的, 也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你现实武力, 哇, 你什么什么都是上帝, 你自己, 那可能有, 有懒惰的问题, 啊, 你个自己可能就是, 啊, 自由意志上师的这个问题, 啊, 其实即便你不懒惰, 啊, 你过于强调上帝, 啊, 这个按照自我救赎派批评, 这个因心成义派的那个逻辑, 就是你有点丢失的自由意志, 啊, 所以说, 那任何人谈的问题呢, 就是你即便大思想家, 大导演, 李安他谈的问题, 也是有边界的, 也是受局限的, 啊, 他只是说了一面也好, 他说这么多的东西, 如果说过他的太太, 说过他的孩子, 那是不是要害他们, 那也有可能的, 是吧, 因为你, 你赢得了别人的尊敬, 是吧, 他是不是体现了他造物主的意志, 体现他的自由意志, 我, 其实就是一种交易, 你家人之间, 你都变成一种交易了, 会很累的吗, 哈哈, 哈哈, 我太太想冲进电脑里, 给我开一架, 啊,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些个话, 就是, 我说的意思呢, 这个名人名言, 那是可以, 借鉴的, 思考一下, 当然都受局限, 是吧, 看看也就好了, 没必要太当真, 是吧, 就是, 呃, 呃, 永远不停的向前走, 我觉得这种永远不停的向前走呢, 呃, 应该把这个目标啊, 基于这个, 啊, 物虚的目标, 那个, 李安这段话, 它是基于现实的人嘛, 你心里存着这个就好了, 你最好不要说出来, 要说出来会有很多, 很多的问题, 把这个东西基于那些物虚的, 比如基于上帝的身上, 它其实是双向压迫, 你可以压迫上帝, 啊, 然后呢, 你也, 上帝其实也在奴役你, 牧羊嘛, 牧师嘛, 对吧, 他也其实在压迫你, 奴役你, 你奴役现实的人, 你天天拼命的这样搞, 你的太太, 你的那个儿子, 就觉得, 有亏你啊, 你看你这辈子做了我们的奴仆, 你都做了这么好了, 你觉得, 你还不够, 还不够, 你让我们如何面对啊, 是吧, 我们可怎么回报你嘛, 我们复旧啊, 我们, 我们, 啊, 我们这个, 亏欠你啊, 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觉得又不是个人了, 是吧, 我们怎么还吃喝玩的啊, 你困难了吗, 这个就是你其实给别人造成一个困局, 哈哈哈, 配音配得太好了, 是吧, 你给, 你给他们又制造了一个困局嘛, 啊, 你这个朋友们, 这些个想法 这些个受伤害的感觉 我很同意 我很能感受到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是大思想家 我要看他这些个话 他的困局在哪里 其实李安这个人 有点受孽倾向 当然如果在宗教里 他可能是个虔诚的教徒 是某种信仰的教徒 我要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他可能倾向于受孽 这个人 因此你看我说这些个东西 就是可以把一切的语言 可以给结构掉 变得无意义 当然我也不想那样干了 是吧 变得无意义 我读到他这段话呢 我有很多很 很好的感受 但是我太太在旁边一骂我 就完蛋了 一切感受都没有了 比如说这个孩子就尊重你 难道都是基于你的努力吗 就是你太强调于你个人自由意志了 是吧 如果你承认你的孩子尊重你 他不一定是你赚来的 可能基于他的那个 自由意志 或者自由意志的这个对应面 就是所谓的造物主的意志 或者我们说不清是什么意志吧 或者一种自然的力量吧 反正是来于第三方 或者来于对方 就是来自你孩子那一方 也就是尊重你 是吧 你这个东西 因此这些个话呢 我们如果一个点一个点的去 抛弃他 就是觉得你说的任何的话都有边界 好 我们再回来这些个 是有感触的这些个朋友们 就是你们这种感触 也得要束缚他 也是有边界的 是吧 你在这里说 还有位 有的这个父亲 他不因为他啥也不行 要啥啥不行 他还得这个 无条件的让我们尊重他 你看这些个话说的你多极端的 那个李安给人的这种温和啊 谦逊啊 彬彬有礼啊 这个温柔的力量 到他这里立即变成这样 一个大棍子 一个大鞭子 就证明什么呢 证明李安的话也需要观察 这些个认为李安说的对的朋友们的话 更需要观察 我的天 他看到李安这句话 对他父亲意见更大了 那你的父亲真的一无是处吗 我觉得也未必是吧 世界上最坏的灯条英机啊 什么假如这个谁 希特勒他做过父亲是吧 他可能也有他 也许吧 多少有人性的一面吧 是吧 没必要 我们这么样的仇恨暴力 谢谢大家